克塞尼亚,索布恰克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交际花,仅仅如此,他不具备政治家所需要的必有技能,他这种人如果当了一国之主,只会带来灾难。 对他来说,国家并不是他关心的,很难想象,他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是不是出于完的想法。 他的父亲是阿纳托利,索布恰克,普京的引路人。 普京一直和索布恰克一家保持了不错的私交,而他的母亲也是俄罗斯杜玛的一员。 克塞尼亚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,大学时更是上了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,这里面不乏俄罗斯的高干子弟,他与许多百万富翁谈恋爱。 随意挥霍,他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身姿,以及他的生活。 但在2017年,他突然宣布要竞选俄罗斯总统,引起了震惊。 对于普京,克塞尼亚实际上和他并没有过多的交情,名义上的教女并没有经常和工作繁忙的普京打交道。 加上他叛逆的个性,反对普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。 他要求普京释放一些反对派领导人,呼吁民众支援自己竞选。 他所在的政党,根本就没有进入国家度嘛。 为此,他前往俄罗斯各地拉票。 但最终,他的排名属于所有候选人的倒数第二,他宣称一定要去美国接触那些名人们。 他用尽了反对派们一贯的手段,试图带动年轻人。 最让他丢失人心的是,他宣称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。 如果他当了总统,要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。 这导致,他非常受克里米亚人讨厌。 克塞尼亚曾经去车臣寻求支援,但没有车臣人愿意支援他。 车臣领导人拉姆战,卡德罗夫也没有与他会面。 最终,2018年俄罗斯大选,克塞尼亚以失败者的姿态离场。 克塞尼亚的施政方针是杂乱无章的。 他根本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,也没有从政经验。 对于控制政坛的权力之术,他也没有那种能力。 他连邻国的尤利亚,即莫申科都比不上。 可以说,克塞尼亚的大选之行,注定会走向失败。 俄罗斯的反对派,最喜欢用西方民主学说,宣扬他们的主张。 然而事实证明,这些理论是无用且失败的。 克塞尼亚,索布恰克射文明月,还是更适合做一个电视明星,而不是俄罗斯总统。